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调整 然后组合宝物也变成年糕了 那我就来跑看看 然后我要换这个 限定版的月兔饼干中秋四子装 跟月亮岩柏的蜂蜜麻吉装 对 这两个 这个 好吧 顺便换 取穿看看 套用 变更饼干 这个 大厅 都选 儲存 也顺便换 等下忘记 服装 丑物没有加分 可是 饼干的 刚没有看 哇奇果冻加350 然后蓝色的话是加200 所以是 有征服的 大厅的 动画是点数 是不是 点上面的话 然后会动一下 对 好 这就是月兔 那我们去玩 奖杯赛的 L7 这张图应该是蛮适合他的 因为有很多 果冻可以被他变化 然后二棒的话 他好像会把药水吃掉 所以我用龙虾好了 用人参应该也是可以的 宝物的话 他的加分是年糕 然后带个引擎 然后听说带藏宝图 可以未记 就这样子 好 那我来跑看看 这是 五亿分 最高分数 先来看一下他的服装特效 哦 我原本以为 这些麻吉会变成4子 至少变成 4子麻吉也可以 结果 都没有变 所以有变的就只有 他穿的衣服 变成 橘色的柿子 哦 这个兔子也有变 这是他 能力的第一阶段 然后在这个第一阶段 所有的基本果冻都会变成 麻吉 然后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变成的时候 要记得跳跃 然后他落地的时候 就会产生 麻吉 好可怕 以前超怕刚刚那边 会撞 你知道 我今天是还有带那个引擎哦 不然 之前没有带引擎的时候 超可怕的 这边会上天堂 哇 超怀念 好久没有玩这张地图了 我记得后面的彩虫好像 有点难吃 好像有调整过 之前这个彩虫会飞很开 还有三次 啊 我竟然跳来不及耶 所以我跳太慢 少了三次还是 两次的麻吉分数 然后宠物 然后宠物 服装 也没有改特效 他丢出来的月亮 没有变 他那个绿色的尽量塔旁边有数字 就是 可以落地产生 麻吉果冻的次数 但他产生的月亮 应该是普通版的 没有做成什么 蜂蜜柚子 诶 它叫蜂蜜柚子吗 蜂蜜麻吉啊 蜂蜜柚子茶 他没有做成蜂蜜麻吉的 土样 诶 可是他在商店卖这样算蛮贵的 你就把他那个 黄金宝石 想成钻石就好 1比1 所以是蛮贵的 记得 刚买多少 4000跟3000吗 贵死 还好没有撞到 诶 我已经破纪录了诶 破了我之前的纪录 没想到之前跑起来这么困难的地图 没想到之前跑起来这么困难的地图 现在已经 不会害怕了 然后等下就撞到 感觉分数不错诶 我还没有交棒就已经这个分数了 而且我刚刚还要烧两次麻吉 哇 可惜这边没有变成麻吉 然后那边蛮多基本果冻的 我以前跑这里会熟斗 因为那个剑开起来超恐怖的 就这样 要弱地才会产生 如果你一直二段跳就 会少一些麻吉 可以吃到药水 然后应该就可以尾记 血量剩蛮多的 我這個股東糖衣也是蠻配的 我忘記是怎麼拿到的 可能是 工會站嗎 工會商店 哇這個天堂 哎呀沒有吃到 太久沒玩了 夏天堂吃到蟲刺好像也不錯 這邊剛好可以跟蟲刺錯開 這邊不錯耶 盡量晚點死掉 OK 1002 1002就是11分 單棒11分 而且我還有少兩波 彩雄 不啊不是彩雄 麻糬 啊我的衝刺 好像 玩的沒有很好呢 呵呵呵 後面真的就蠻難的 看著眼花撩亂 走下前看可不可以發動技能 欸太早了啦 喔有有延長到 彌補一下剛剛前面 跑不好的 事實 分數 龍蟲 龍蝦那個衝刺 技能 不要跟那個 寶箱衝刺 重疊到欸 哎呀 撞到 這技能快 來不及了 天啊 好像要放了 哎呀來不及 12億分 也是很高啦 哼 好啦就這樣子 好像 食物蠻多的 可是 很高分 說不定他可以跑到13億分 好可怕 好啦那就是這樣子 雖然有點食物 可是 應該算是蠻高分的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下一個影片 下一個影片 幾個影片 15秒 四次 下一個影片 另外一段影片 真的 卡 至少